學習主題的功能說明 登錄你的帳號,也有請你點選學習的主題 接著呢,再點選你的知識 會呈現你個人所訂閱的知識 譬如說我現在點選這個TEST 這個主題,對不對 裡面目前有五個教學 颱風,clock,最高山 最美的花,塗鴉等等 當我點選開始學習的時候呢 我就進到這裡來 我們來介紹一下 首先勾選自動播放的時候呢 這個單元呢,會一個接一個的播放 譬如說,如果是影片檔 它有時間,它播完播下一個 那目前我們有五個主題,對不對 所以呢,播完就進到下一個 那同步顯示筆記呢 如果說 你這個主題 有曾經紀錄過筆記的時候呢 當播放到筆記的摘要的時候 它會亮起來的意思 那當然 最後完成繼續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勾選,完成並繼續 假設這個單元,你主題你看完了 像這個網頁呢,是沒有停留的時間喔 我們剛剛跟你講,自動播放是 影片播完播下一個 同步主題 如果影片播放,你有做摘要的時候 它會顯示 但是網頁這個主題呢 它並沒有時間的限制 所以你得自己決定 假設我看完了 這時候再點選下一頁 就進到了這個 那這個在播放的時候呢 這就很方便 譬如說現在呢 左邊這邊也在記錄時間 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呈現出來 那這停多久,當然要自己來做 設計 我們跟大家報告 這些功能按鈕 它的操作上意義 當然 你就可以點選這一顆 好 返回到我們這裡來 那在clock的時間 我們看的時間 就被記錄在這個地方 那麼 produto 克認 這裡 都 我想 不錯 就可以 停